阿弥陀佛各位大德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选择修行法门的问题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相信许多大德出入佛门学佛的时候都听过法师这样的劝勉 何谓一门深入呢 就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之后 老老实实的走下去 最后达到离苦得乐的目标 可是问题来了 究竟什么法门是适合自己的 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我们曾经说过 佛法是一种问题解决式的方案 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我们之所以会学佛有几个目的 第一破弥开悟 第二离苦得乐 第三了生托死 第四转凡成圣 我们先从献身安稳这个目的来看 佛法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而每个众生苦的程度与定义不同 佛陀便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法 比如有些众生畏惧三恶道苦 佛陀便给予言天善法 有些众生畏惧 包括身体健康出状况 因此整个佛教的法门离苦得乐之道 必定是这个样子的 若是你有禁忧 就先处理好 接着再处理长远的问题 现在请你回想看看 当初你选择法门的时候 有没有依据上述的方式 你是如何决定自己要修净土 修禅宗还是修密 许多人是靠别人介绍的 而其中最糟糕的就是 时下流行什么法门 自己就选择那个法门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是不是适合自己 包括了佛法的本质是什么 自己要用佛法来做什么 都不知道 然后便一头栽进去 不但浪费了许多时间 甚至到最后会觉得很累 因为所学的根本派不上用场 看到别人学的很好 就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是不够精进 资质奴顿 还是业障深重 其实这都是因为 你没有正确的从第一步开始 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 你是否认识自己 你面临到了什么问题 你希望解决之后 能够达成什么方案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肚子饿 要去找食物 释迦牟尼佛所开的餐厅里面 应有尽有 每一种食物都能够让你吃饱 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首先当然是选择自己喜欢吃的呀 但是接下来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已经因为火气大而嘴巴破 所以那些油炸的什么薯条啊 臭豆腐等等 可能就不适合你了 选择法门 能够学得相应 法喜 当然是最好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考量到 自己的条件 因缘和限制 例如 膝盖不好或是年纪大的人 没有办法拜颤或是朝山 不是字的人无法诵经或持咒 下根器的人没有能力参禅等等 如果选错法门 有可能我们花了数十年的光阴 到最后却没有结果 无法成就 还有就是 大家会有一种错觉 以为法门越难越好 以为容易的法门没有什么作用 或是有人觉得 如果较难的法门 自己都可以相应 便很有成就感 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观念 有的人适合容易的法门 有的人适合较难的法门 而法门无高下 契机为要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一律平等无有高下 法门好不好取决于是否适合自己 适合自己的法门才是好的法门 要选择一个容易应用的 适合自己而又有成效的法门 首先要面对自己 而不是跟别人竞争比较 要了解自己的问题 并且确定长远的目标 再选择既能够解决近优 又能够成就长远目标的法门 佛喜在将近二十年前 因为父亲舍抱的因缘 而短暂学习过传宗 但是因为确实资质挪钝 不但不相应 甚至还得了忧郁症 相隔十多年之后 饲养了度我学习净土念佛法门的小鹦鹉 从此我找到了学佛的开阔天空 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三根土被力顿通收 十处诸圆行住坐卧 无时无刻 口称意念都在修行 可说是简单易行 更重要的是 靠着阿弥陀佛佛力加持 不仅让我自己能够现身安稳 超度亡清 未来更能够蒙佛皆以往生极乐 了生托死 超凡入圣 学佛的目的都能够圆满具足 这就是佛习进入净土念佛法门的因缘 南无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一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